大家可以說我做一個主辦的人 跑一遍 要向大家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個會議 而且我更加感謝的是說 今天從美國來 從日本來 可以這麼專家 讓我們非常豐富的 對這個亞太 安保的這個主題 可以說提供 讓我們可以這麼豐富的立場 當然我們台灣的主持人 宇坦人 都將這個比我們本來的行為這個會議 這個非常看的角度 來看美國重返亞洲和亞太的這個政策 當然在這裡 我雖然用一個國際會議 但是主要我們這個安保會就是說 要讓美國人來講給大家聽 他們怎麼看台海的好平 要讓日本人來跟我們說 我們在亞太的這個國際裡面 我們的這個國際環境是怎樣 所以台灣不是一個高立的國家 但是台灣本身有問題 因為是怎樣 我們一個國家 對這個中國的關係 對這個亞洲和平的關係 不是一定的看法 國民黨馬英九有馬英九的看法 代表台灣大多數的人 對這個台灣的戰鬥 有他們的看法 比說就台灣的租金 要怎麼加補台灣的租金 這點 就完全可以說很不一樣 今天有人提到太陽花運動 太陽花運動讓我們感覺到 新一台的這個台灣人 對這個台灣的租金 對這個台灣的戰鬥 絕對不是一定的政策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說 讓這些日本美國的學者來台灣 來瞭解台灣的人的這個看法 最後這個這個節目 不是說要再開一個新的這個論壇 是希望說這些來參加的人 他聽到我們這麼多報告 和這麼多這個雨潭 因為最後要再跟我們說什麼話 這是這個節目 但是有一個 剛才這個項目參加 就是中央面高雄 中央面高雄 他可以說 對這個台灣的立場非常清楚 我們這個會裡面 就沒有去說到說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要怎麼看 所以我請中央面高雄 來做一個那個 所以我說 最後這個會 幾年來 這個 武造社 新生的 特朗武造社 可以說 這幾年參加 我認為他對台灣的外交的環境 非常有那個境界 所以我最好 只要請他 做這個 他的觀察 這個開會 經過 做一個結論 所以 我想 我修身 請這個 中央面高雄 做這個台會 裡面 要不說到的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拜託你 做新的發言 主持人 各位在所 的貴賓 和朋友 我可能為他 不是 太多的關係 我是 全攻台灣歷史 所以 從早上到 那裡 他們很多 說到 美國 重返亞洲 不是說 日本 集體智慧權 會通過 以及 年底 考慮美國 的指針 日美 防衛條 防衛指針 會改變 希望說 改變中 可以 抵襲台灣 所以 考慮都是 對美國 對日本的角度 來看 第一島鏈 的台灣 到底是怎樣 在台灣 面對 美國 再平衡 重返亞洲 和日本 最近的改變 還是台灣是怎樣 可能都用這個角度 來說 所以我 沒有要對這個角度 來說 因為他們很多專家 說得很好 我這方面 不可能比他們更好 我 同意他們的看法 所以 我對台灣 歷史 好台灣的立場 來說 第一方面 我會說 是 台灣 是一個 陸權 海權 非常政治對立的 一個 島嶼 這個島的立場 過去 有立場 記載以來 都是 西方的立場 還有 東方的立場 日本 還有中國 換來換去 是台灣 通地 所以這些通地 都是 拿到台灣後 可以發電營 在亞洲 東亞 的立場 所以西方 好 拿到台灣後 他立場到東方來 日本拿到台灣後 可以發電營 可以到東方南方 到南方 東方 中國如何拿到台灣後 會變成說 台灣變成 萬千地國的一部分 現在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想要拿到台灣 才能突破 美國和日本 一個阿秋的立場 所以 長期來 台灣都是這種狀況 所以台灣面對 國際 國際改變 不管是美國重返亞洲 和日本的 軍事的改變 是還是 立場都 改變得到 這不是 現在改變得到 所以我們 台灣人 面對這種 國際改變的時候 我們要親親 來了解 對立場來看 是 台灣人應該知道 國際關係 不是說 台灣地位 的重要性 是台灣人的主張 台灣人的意志 台灣人的 看法 這會改變 台灣的名文 所以我們處理這個問題 應該很深重 很長久 很可以 很兇勢 糾轉 來 使用台灣的未來 讓我們台灣人 可以來保安 我想說 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要看台灣說的 台灣民國好 不是 台灣人民共和國好 都是把台灣看作意義的一部分 不是說 把台灣看作意義 發展地上的邊緒地帶 所以電路台灣和中國 念作會 時 是台灣很大的比例 台灣和中國沒有念作會 時 電路台灣可以發展 它的經濟 它的社會 發展 所以我們來看的是 和中國作會 不一定代表台灣 可以行動 所以現在我們看台商去台灣 去中國 台商電路會讓中國 來利用 來 來欺負台灣 中國人民 用很多風險 來欺騙台灣 這個我們看出 這個問題的地方 是台灣沒有那個主體性 台灣和中國合作的時候 是對台灣很大的損失 這是第二方面 我們來看 台灣 中國 我們看台灣 台灣來看中國 怎麼看的 台灣看中國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是中國人民 中國民國 在1945年 來接受台灣 在1949年 來流亡 來台灣 結果這幾天就發生 二百四天 二百四天發生 是對台灣 造成很大的一個上海 因為二百四天發生 所以台灣人要堅持 台灣要土地建國 所以台灣建築 土地建國 對二百四天發生意要 來推電 在海外 到現在 台灣到來 這個 核在裡面 都台灣人在追求說 不想讓人通知 不想讓人搬失 台灣人的未來 應該由台灣人來決定 那時候 他不可以說 改變 給擲來 政府來通知 所以台灣今天 民主自由 實在是 不是靠美國 不是靠日本 是靠台灣人的內容 在台灣 近來很多人 會打招 近來很多 的時間 來 打招 以後 還有今天 民主自由 我們到現在 可以公公處公開會議 不然 現在是 我們面對中國 的一個 壓迫 面對 國民黨 和共產黨的結合 台灣人到現在 有力量 可以來對抗 當時 台灣民主運動 跟土地運動 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所以 我們要了解這點 不是 我們跟台灣人 應該疼少 台灣人 這點 我相信 美國和日本 可能都沒有支撐 因為美國和日本 來考慮的是 考慮他們的 國家立的 國家立的 是說 怎麼跟中國 不是怎麼來維持 他的國家立的 是怎麼對付台灣的 所以他們的生活 和台灣人的生活 是不一樣的 台灣人的立的 和美國和日本 不一定受到的地方 也有 所以 日本到現在 很疼中國 他覺得 不可以來 抵抗中國 如果抵抗中國 是對 日本是不利的 但是他們沒想到說 是因為台灣的地位 很重要 沒有台灣 可能日本的一個 地位 就沒有了 所以 不是台灣 需要 日本、美國來幫忙 是因為 日本、美國 需要台灣 台灣重要性 我們應該台灣人 要促進說 沒有台灣 他們不可以 他們的地位 所以他們都要抵抗台灣 才能維持 他們是亞洲的地位 所以 台灣人本身 應該很有主角 來感到說 不是我們抗他們 是他們要抗我們 抗我們 我們怎麼利用 這個狀況 來發展台灣人的地位 的地位 要維持台灣人的安全 這是最重要的 苦路 這是方便 第四方便 我剛才說 是 國民黨過去 都是說 反共台北 還不會是說代放台灣 都要插摧 做台灣 所以台灣人 就會在進行 趁?」 當時 中國國民黨 與中國人民共和共和共和共、 合作會來解台 兩個合作會都是用中華民族主義 因為兩個都是中華民族主義的延伸的一個賬款 台灣人是中國人一部分 台灣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所以用這個中華民族這個大的模式來壓制台灣 用那個時候他們在中條中他們兩個的賬動是對中國收藏的 所以九二共識以後 中國各表不像馬英雄說潛艇這個和平條約 不像馬英雄想跟中國在法到現在 唯一想法是說台灣中國應該一個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所以用這個來看的時候他可以說來維持台灣中國的關係 不要讓台灣哪裡吹 對中華民族是好的 對中國的崛起是有幫忙的 都用這個來輸扣 那這個輸扣起來是過期是好想對中國的賬動 到現在的用中華民族的那些大部分的資格 是連合約台灣民族主義 約約台灣人 約約台灣國民 他們要追求的目標 所以這也就是說是 很長的輸出發電到現在的狀況 所以我們面對這個方面是 台灣人要堅持說 應該對抗中華民族主義 台灣人應該指定說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人是台灣的主人 因為是比較有可能來維持自己的 美國到底內容多大可以影響台灣的未來發電 但是他沒有淹土壓閃的時候 我們對台灣來說是很安心 但對中華民族主義 他如果搭建台灣在外高雄的地圓 他還要在 我們現在還要派很多人來台灣滲透 不是派很多人來台灣來郵率 不是派很多人來台灣的利益來結合 想要用這個方式來吞併台灣 所以中國是台灣最大的地圓 所以最大的地圓 其他的時候 我們來思考的時候 變成說 我們應該怎麼來思考 當然我們希望說美國、日本 以及亞洲的建立本身可以保護台灣 讓台灣可以安全 台灣國家在那裡 和國防安全可以保重的時候 可以為它讓台灣發電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 那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是不是說 我們應有這個決心來保護台灣 我們有這個決心為台灣 來奉獻為台灣 說最好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如果有這種決心的時候 我想就是 不管這個國際教學怎麼改變 我們可能都有可能繼續存在 其實我最好的說明說 現在我們台灣說中國崛起 中國的領養 其實一世的中國世紀 但是我們很重要 當時來看的時候 中國共的時 都對我侵略 所以不論是 喊 東也好 萬千地國的時 都是對我侵略 這中華人民共和國修江 他無力得好 沒有經濟好 他一定對我來侵略 所以他對網國也好 對瓦丹也好 對媛典也好 沒有對韓國 我想修江 他在政府的國家 一定會發動說 他的社會 喊對我侵略 那是中國的師兄 都差不多這樣 中國中國的師兄 都說那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來看 這個要是他們的危機 因為本身有當地的界階 他們像是 變成世界的領養 那是中國的師兄 大家有公共的意義 大家公共的方法都會想的 變成當地的一個領養 當地的罷典 所以他們當地的界階 裡面可以用 順序憑法也好 不可以合作聯合也好 他們可以用很多方式 所以美國和日本 應該了解說 中國的建立 世界新的建立 台灣人應該了解說 中國霸團 開始有的時候 對我侵略 對我侵略的時候 台灣人怎麼侵略 我想這不是台灣人侵略的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本身我們另外跟國團 中國可能因為對我侵略 他可能 烈領會越來越壞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因為中國的師兄 都在 對我侵略 對我擴張的時候 五多久 整個二十年 他就分解了 因為差不多 第一個峰島 第二個峰島 第三峰島 第四峰島 本身就會分解了 所以中國現在崛起 好像地上很大 但是我們應該覺得說 這個峰島 本節的前座 因為對外的地上 擴張以後 實在是不能威嚇 中國島內 中國島內 人民的問題 和這個經濟問題 沒有政治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 我們長期來看的是 對付中國 沒有台灣人生存 我們長期的一個難攻 和長期的一個天候 和長期的一種的生活 比如說 第一時間 和中國相拼 沒有說 第一時間 台灣就是可以 完成 變成一個進行法的國家 實在不太簡單 但是我們要長期 和中國 那個戰力 世界戰力 我們才可以匹配 我們可以 用的 我們才能進行 所以我覺得 台灣人期間很長 台灣人應該要有自己的國家戰力 台灣人應該要有自己的國家戰力 台灣是海洋國家 如何維持 海洋國家的戰力 和這個國家的利益 我想我們應該長期來使用的時候 比較有可能 我們繼續為期台灣的國家安全 和美以來發展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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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